两个女孩疑似被绑架 幸亏关键时刻他们懂得自救 最终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就在最近这两天 江西辅州高速服务站 发生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一幕 进入服务站准备通过的车辆 突然发现对面有一辆车 后车门被打开 一个男子在车中 似乎在抱着一个女子 而女子突然喊出来说 不要帮她 还有绑架之类的词语 而男子呢焦急的对外喊 女儿女儿 这是我女儿 似乎男子要向外界表示说 他们是一家人是亲人 女子可能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才乱喊乱叫的 希望别人不要关注到这件事 那能不关注到吗 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女子 被禁锢在一个车之中 而且还大声的向外求救 任何人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马上施救 所以啊 听到这个女子呼喊的人 马上联系了高速公路 以及交警 交警最终呢 把这辆车逼停 而且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到目前为止啊 警方告诉我们两个消息 第一呢 就是发出求救信号的女子 已经安全的回到了家 警方和他的父亲进行了联系 也帮助他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而且经查呀 这个车里面不是只有他一个女子 是由两个女子一次遭到了控制 当然到目前为止 他们两个都安全回家了 另一方面呢 警方说啊 这不是绑架啊 涉事的几个人呢 似乎是朋友关系 也有人站出来说 这个女子和这个男子 以前认识 有过几次会面 这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 双方可能发生了矛盾 女子可能想脱离男子的掌控 而男子不让 最终引发了这件事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督促警方 把这件事进一步调查一下 即便两个人以前认识 即便按警方讲 这不算绑架 那么男子的行为 算不算非法拘禁呢 而且这是女子被解救出来了 女子如果没有被解救出来 那么下一步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更恶劣的事情呢 男子这个行为顶天了 你得算为谁 你不能说他没有犯罪意愿呀 另一方面呢 这个女子算是上演了一次 挺完美的自救 提醒我们大家啊 日常生活之中 总是有各种各样坏人坏事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生命安全 遭遇到了威胁之时 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女子处理的不错 她肯定是在车中和男子 度过了一段时间 长途奔袭之后 到达了服务站 她感觉到周边有人 然后再借机发出呼救之声的 起码她的呼救之声啊 一定要让别人听得到 让别人能马上联系警方 这样她才有生机 所以最终她也被救了出来 因此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任何人在遭遇到这样危险的时候 还真得有这样的考量 找到合适的机会自救 一击击重 才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呀 到达了 到达了 好